这些失踪航班乘客的家属说,他们处在警察的密切监视之下,而且被告知公司的人不会跟他们见面。 自该航班失踪以来,长达几个月的搜索到目前为止几乎一无所获。 很多家属对马航越来越不满,谴责马航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,而马航则表示已经不断地向家属们通报了搜索进展,而且也在一直竭尽全力寻找失踪航班的下落。 一名姓张的家属说,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帮助,而且他们还一直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。 从立都走开说中国政府会负责我们的安抚家属,没有,什么都没有,除了律师给我们打电话, 我们真是不想去,好像现在走哪儿就跟恐怖分子似的,走哪儿就被人盯着,要是能让满足我们所有的,我们都不是说那种无理要求,能满上我们正常的要求,我们也不会这样跑到大街上呀,或者去哪儿,各处奔跑,我们愿意吗,大夏天的。 下一阶段,为期一年的搜寻工作将在8月份展开,搜寻面积将扩大到6万平方公里,预计耗资将高达近6千万美元。 美国精英VOA卫视报道